我条消息要告诉大家知名的油饭贾青袜所制作的炒米粉 被卫生被这个新北市的政府卫生局呢 查出了使用过期的原料 其中有三项产品标示不实 而且这厨房里面是脏乱不堪 而且第一时间贾青袜还阻碍调查 卫生局以一罪一罚加重处分 一共裁罚了264万 总计有3000多公斤使用了过期原料的炒米粉 恐怕都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了 食品油饭大厂贾青袜的广告相当温馨 但没想到却爆出食品安全问题 而且已经透过全联跟传统市场 让消费者吃下肚 甚至面对卫生局的追查 还一度选择逃避 贾青食品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是通知厂商做回收的一个动作 那同时呢在约谈的时候 也没有在第一时间 将正确的讯息提供给卫生局 据了解贾青袜的炒米粉和油饭都标示不实 其中的炒米粉还加了过期添加物 甚至第一时间还不肯面对调查 情节重大被新北市卫生局重罚264万 因为我们自己疏失 我们并不是恶意要去做这个过期 因为那个过期的原料 总共才价值100、1、200块 贾青袜表示是人为疏失才会加到过期添加物 虽然已经出面道歉和提出补救方案 但毒米粉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 未来的食品把关必须更加谨慎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